在中国历史上能够真正实现从社会最底层走向皇位的,也只有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,而更多的农民起义军则都失败了。 他们或者大势未成,只充当了王朝灭亡的隐线,一如陈胜、吴广起义,或者如往往时期的陆林赤眉起义,隋末的瓦冈寨起义,都被贵族攫取了胜利的果实,亦或者如洪秀全。 李自成一般最后却没有抵挡住金钱美色诱惑,导致功亏一篑,而在李自成几乎不费吹灰之力攻入北京,当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皇位后,为何也只当了四十二天皇帝。 让我们一起看看他在北京城有做了什么吧?揭开历史的阴影,这里是胜利史,欢迎订阅观看。 明朝末年,战火连连,与后金之间的战争更是胜少负多,而面对后金日渐强大的局势,崇祯帝在重用元重换的同时,也几乎以举国之力将财帛支援了辽东,而在其诛杀元重换后,清军更是虎视环似、祖大寿等人的叛头,辽东局势大有迷烂之势, 内部的涉安叛乱也需要大量的兵足、财博,而更为严峻的则是极端天气频发。 1628年起,中国北方地区更是接连,遭受旱灾。 蝗灾,陕北地区更是恶朴遍野,一子相识,惨不忍睹,农民军起义此起彼伏,1629年,李自成发动起义,几经周折,从被打到只剩下18起,再到继续惺惺之火,而这无疑都是得益于当时的时事。 1644年3月15日,他率领的大顺军已经到达了北京城北郊的居庸关,而他又一次向崇祯帝和谈,只要割西北之地,允许其为王,给予其一百万两遍可以暂退河南。 而这也是崇祯帝的最后一次机会,可惜的是崇祯帝没有答应,而此时的北京城却在一场大瘟疫之后早已经无力抵抗。 死亡枕戒,十世九空,甚至互盯禁绝,无人收敛者。 而在明代北京的瘟疫及帝国医疗体系的应变,更是记载崇祯十六年四月,北京每天死亡上万,所亡者二十万之多,君臣离心,东邻党离德,外加这场瘟疫,终于让大明王朝轰然倒塌,于是,一群乌合之众的李自成,就在这样的巧合之下攻克了北京城。 可惜的是他既没有成为汉高祖刘邦,更没能成为新明城祖朱元璋,相反仅仅在北京城当了四十二天的皇帝,便仓皇而逃,最后更是落得失败的结局。 1644年3月19日,他入主北京,而打开城门的则是兵部尚书张晋燕,而崇祯帝则在留下镇飞王国之君,臣接王国之臣后选择在眉山之上自溢而死,一般王朝更替,未得人心,大都会选择或者封赏虚执, 一如当年灭属后,封刘善为安乐宫,对于死去的皇帝更为好生安葬,以彰显新朝的新气象,更能笼络人心,从而达到万民归心的效果。 可惜的是,李自成入驻北京的第一件事,便是寻找崇祯帝,面对早已自艺的崇祯帝,他的做法是,将其放置在东华门市中,如此对待前朝皇帝,更别说是兢兢业业的崇祯帝,而且是接受了死者为大的儒学教育的民众,也导致其民心见识。 而也就在其进城前几日,兵族尚算克制,但是其进城之后,先封宫女为妃,纵情声色相比,兵士们又怎敢忍受这般寂寥,在其第27日起,抢掠开始,而混乱的年景,瘟疫穷乎,自然无所欲。 而目标则被定在了那些,在崇祯帝自艺后选择,归顺大顺的附护与大臣之上,既然天下都是我的了,便纵兵抢掠。 原来归降者逼迫其出钱出粮,全部被劫掠一空,而对于穷苦百姓也不放过,胆敢逃跑者,一律连坐,诸连十家。 对于读书人文臣,更不用说,不知利用,反而进阶关押凌辱,如此一来。 莆天之下,似乎也只有非北京之人都得罪了,而对于其军师李延的处决,则让其彻底失去了民心。 李延为其打出了迎闯王,不那两口号,也使得天下农民云集者众。 但是在眼见其所为后,也便大抵明白了这只是美丽的口号而已,而也就在与此同时,他也曾数次招降吴三桂,而据《心思从编》记载,吴三桂决定投降,于3月22日张贴布告,本镇帅所不朝见新主,所过秋毫无犯,耳民不必惊恐。 可惜的是,期间其得知消息,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,强鲁陈渊源及其家属,如此之下,吴三桂也做出了最佳选择,投降清军。 4月21日,李自成在山海关与吴三桂清军大战,最后溃败,26日回到北京。 而即便是如此,他还不忘再次称帝,其间已经在西安称帝,29日李自成登基称帝,而也就在4月30日,仓皇而逃,临了还不忘火烧紫禁城,如此42日的皇帝生涯,却让我们看到了被农民身份遮盖下的李自成,即便是登基称帝,也掩盖不了他的流寇习性,如此之人又何以得天下。 而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,更遑论笔尖刘邦与朱元璋了,公元1644年,也就是明崇祯十七年,清顺至元年,大顺永昌元年,李自成攻克北京,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在眉山自尽。 明朝就此灭亡,本来打算进京秦王的吴三桂,见北京城破,立马返回山海关,李自成为了瓦解明朝的残余势力,率兵直扑山海关,不料吴三桂已经投降了清朝,引清军入关, 和李自成在山海关展开大战,李自成战败之后,匆忙放弃了北京,一路撤回了大顺的大本营西安,此时,李自成的主力尚存,不久之后,李自成的主力大军再次在同关与清军展开决战。 这是清朝灭大顺的决定性战役,自败走同关之后,李自成再也无力与清军抗衡,没有了翻身的机会,与山海关充满意外的遭遇战不同。 同关之战可以说是清顺两军各显神通的大战,为什么李自成在同关明明占据着有力的地形和兵力,依然没能战胜清军呢? 李自成的主力大军和清军在同关展开决战,是阴差阳错的结果,李自成从北京匆忙撤走之后,清军轻松地占领了北京,并把都城也迁到了北京,此时,清朝想要问鼎中原有两个最大的敌人。 一个是虽被打败,但主力大军尚存的李自成,另一个是还占据着包括江南富庶之地在内的半壁江山的南明,多尔滚自信满满,决定兵分两路,同时灭了李自成和南明。 他派自己的同母哥哥阿几格率领约三万八旗精锐去陕西攻打李自成,同母弟弟多多率领两万八旗精锐南下攻打南明。 当然,这不是他们最终的军队数量,他们在征战的路上一路收投降的明军,阿几格到达西安的时候,军队大约是八万人左右,多多的军队人数可能略少于阿几格。 具体数量史书没有记载,如果不出意外的话,李自成遇到的应该是阿几格,而且决战地点也不是在同关,毕竟阿几格的禁军路线不走同关,而是走另一个方向,可偏偏意外就发生了。 李自成在撤回西安的过程中与清军多次交战,却屡战屡败,军队的士气陷入低迷,终于在败走北京半年之后,李自成的军队在淮庆、金山西、河南一带打了胜仗,清朝曾随努尔哈赤征战的老将金玉和战死,淮庆的清军损失1700多人,击尽全军覆没,这是李自成的大顺面对清军的第一场胜仗。 大大提升了大顺军的士气,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,淮庆之战的消息传到北京之后,多尔滚又惊又怒,他意识到自己可能低估了大顺军的战斗力,光凭阿几格一路大军可能无法战胜李自成。 于是他命令正在去江南路上的多多率军转向先就淮庆,后从同关攻打西安,就这样大顺的一场胜利,却导致了清军的两路主力大军从不同的方向夹击李自成。 不过,多多的大军毕竟距离较远,又要先就淮庆,还需要少说一两个月才能到同关,如果事态的发展顺利的话。 阿几格的大军早就从另一个方向打到西安附近了,李自成有足够的时间先击败阿几格,再去同关对付多多,可偏偏阿几格这边也出事了。 原来,阿几格作为清军数一数二的猛将,早在皇太极时期就深受重用,很多硬仗皇太极都喜欢让阿几格先上,阿几格从成年之后打了十多年的仗,基本上没怎么休息过,可他得到的封赏却和他的付出不太匹配。 连比他小九岁的右弟多多都一度踩在他的头上,阿几格为此闹起了脾气,不太想再打硬仗了,可偏偏摄政王多尔滚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和地位,占领北京之后也要派自己的同母兄弟阿几格和多多出征立功,阿几格分道的对手是硬骨头李自成,多多分道的是弱的多的南米,阿几格的心理更不平衡了。 所以阿几格出征之后并没有按照多尔滚的命令直接去陕西,而是以索要战马为由,先到蒙古兜了一圈,一时之间就连多尔滚都不知道阿几格干什么去了。 写信大骂阿几格,让他赶紧去陕西,配合多多两路,夹击李自成,李自成本来是打算先集结主力大军和阿几格决战的,结果他怎么也等不到阿几格,反倒是多多先到同关了,李自成只好先率领主力大军奔赴同关,同关就这么阴差阳错的成为了清顺决战的地点。 1644年12月22日,多多率领两万八旗精锐,以及没有具体人数记载的明朝祥军、蒙古军来到了同关之外,同关在古代战争史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,这是关中平原的东部门户。 一手南攻,有天险的支撑,一旦同关被攻破,通往西安就是一片坦途,不过,本该作为进攻方的多多来到同关之后,并没有进攻同关,而是在同关二十里外扎营,做好了十足的防守准备,直到七天后,12月29日,李自成率领大顺的主力大军来到同关,多多都没有主动进攻过,反而是本该作为防守方的李自成,一来到同关,就急吼吼地向多多发起攻击, 这是因为李自成收到战报,本该早就打到西安附近的阿纪格,在蒙古绕路一圈之后,终于姗姗来迟,占领了米之,围住了榆林,离西安很近了,阿纪格自然主观上在延误战机,可客观上却撞上了一个非常绝妙的时机,李自成必须尽快在同关击败多多,然后回头与阿纪格的大军决战,要是李自成在同关纠缠过久,阿纪格就会从另一个方向轻而易举地攻陷, 没什么重兵防守的西安,在李自成的特殊战略需求下,形成了占据同关天险,旨在保住西安的李自成进攻,从东部打来,旨在攻克西安的多多防守的诡异局面,1644年12月29日, 李自成的大军一到同关,就在同关之前聚山列阵,主动出击,清军派兵从侧面包抄,一番激战之后,大顺军失利,不得已撤回同关,1645年正月初四,李自成派千余人偷袭清军大营, 先头部队被清军打退之后,李自成接力攻击,依然被清军击败,1645年正月初五,初六,大顺军连续两天夜袭清军营地,也都被防守严密的清军击退,我们可以看到,开战这些天来, 一直是李自成一方进攻,而多多一方见招拆招,安心防守,多多在等待什么呢?1645年正月初九,答案揭晓,李自成站在同关高高的城墙上,发现清军的秘密武器运到了战场,那就是红一大炮,1645年正月十一,清军第一次在同关主动出击,密集的炮灰落在城墙内外,大顺军遭受了开战以来最惨痛的实力,有句话叫做乌漏偏风连夜雨,大顺军在同关损失惨重的同事, 李自成收到了一个让人绝望的消息,九宫于林不下的阿几格派一部分兵力围困于林之后,主力大军绕过于林,继续向西安推进,眼看就要逼紧西安了,若是阿几格攻陷西安,李自成将父辈受敌,而且西安可是大顺的都城,内有将士们的家眷,粮草和物资,如果不尽早做好安排,大顺的损失可就难以估量了,而此时的同关,在多夺红一大炮的猛攻之下,眼看就要逼紧,而此时的同关,在多夺红一大炮的猛攻之下, 多夺红一大炮就要守不住了,李自成一咬牙,决定率领剩下的大军返回西安做撤退安排,只留马施耀率领七千人留守同关,尽量拖住多夺的脚步,1645年正月12,李自成才离开同关,马施耀就顶不住了, 眼看同关就要失陷,马施耀灵机一动,率领剩余的七千人,炸降多夺,准备潜伏在清军里寻找新的机会,多夺却识破了马施耀的炸降阴谋,将这七千人尽数诛灭,同关失陷,再也没有人能挡住多夺通往西安的脚步了, 李自成撤离同关,匆忙返回西安之后,草草安排人带上物资和将士们的家眷,令人焚烧了粮草之后,又逃离了西安,至此,李自成失去了最后的根据地,陷入了逃窜的状态,而多夺攻克同关之后,很快就来到了西安,不久之后,阿几格的大军也打倒西安。 与多夺会合,消息传回北京,多尔滚下令,多夺在西安稍作休整之后,立刻南下攻打南鸣,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,多夺的大军在同关损失不大,完全不影响他执行原定的南下计划,而阿几格则负责继续追击李自成,他因为击败李自成主力的功劳被多夺抢走,自己辛辛苦苦打了这么久仗,却没有太大收获,憋了一肚子火,在追击李自成的时候,主打一个穷追不舍, 最后直接导致李自成走投无路之际,在九宫山被当地人伏击身亡,一代英雄的败亡令人扼腕叹息。 回望李自成的战败过程,我们会发现,同关之战是非常关键的一战,同关之战的失败意味着大顺再也无力对清军发起反击,那么明明在同关兵力更占优势的李自成,败在了哪里呢? 我认为,李自成主要败在两个方面,一是军队的战斗力,二是战略,在军队的战斗力方面,我们可以看到,在李自成来到同关的十三天里,他使尽了浑身解数,正面出战,偷袭,夜袭的方式都用尽了,却奈何不了清军分毫。 毕竟,李自成在从北京撤回西安的过程中,与清军交战无数,这些人都还不是清军的八旗精锐呢? 李自成都屡战屡败,唯一一场胜仗是在怀庆,打的也是一直只有数千人的清军,他面对清军的非精锐都赢不了,对上多多主力大军的结果,可想而知,两军的战斗力差距太大了。 而同关的地理限制,无法让两军摆开数万大军的对决,而是每次只能出动数千人,这也让李自成的人数优势荡然无存。 等到清军的红衣大炮运来之后,大顺和清军的武器差异也被拉到无限大,大顺是没有这么厉害的大炮的,红衣大炮到来,多多正式发起进攻,把大顺军推进了绝望的深渊。 在战略方面,李自成最大的劣势在于,他没有资本在同关耗太久,同关毕竟是天险,自古以来就一手难攻,李自成要是不主动出击,死守同关,多多就算有红衣大炮,也不一定能在短期内攻破同关,可是清朝的另一路大军阿几格,阴差阳错的和多多几乎同时逼近西安,让李自成没有了死守的机会。 大顺的主力大军都在李自成手里,他唯一的指望是迅速击败多多,再回头迎战阿几格,而多多并不急着攻克同关,哪怕他被李自成挡在同关之外,只要等到阿几格的大军来到,从李自成的背后夹击李自成,胜利的依然是清军。 所以多多来到同关的时候,李自成的大军还没到,他也没有发起攻击,而是趁着这个机会扎紧赢盘,做好防守准备,此后无论李自成如何攻击,他都能从容应对,直到红衣大炮这个大杀器运到,倘若李自成没有后顾之忧,能在同关和多多号到底。 谁胜谁负,没准就不一定了,你觉得是不是呢?